主料,红小豆,土色面包,低筋粉,鸡蛋,辅量,白糖大量,盐,炼煮,炸粉混面包糖,用菜人数,一到两人,准备材料,红小豆,白糖大量,盐少许,炼乳没有就不法,切片土色面包,我用的是黑米的,其实什么的都可以, 低筋粉,炸粉混面包糖,鸡蛋,煮蜜红豆,这是比较麻烦以及关键的一步,可分为以下几个小步骤,A,红豆放入锅中,加水,以中火煮沸,沥干水分,再重复一次,这样做的目的是免去浸泡红豆的环节,解煮好的红豆完整而入味,C,二次沥干水后的红豆倒入锅里,放红豆量三到四倍的水, 以中火煮沸后,转小火,煮至可为手指轻易捏碎的程度,倒入糖,盐及炼乳,小心的搅拌使其溶解均匀,再煮一到两分钟,继续煮至完全生改变红豆蜜,此时要小心烧焦,要偶尔搅动几下,煮至用糖去化锅底,喝清楚分开的程度,这样,红豆蜜就煮好了,吃不掉的蜜豆可用保鲜袋蜂蜂冷冻保存, 或搬水自制红豆冰棒,口水挨的恩计,将切片吐司去煸,用擀面棍压扁,切成丝等份,蜜红豆取适量,要能包起来才行,放在吐司上,将吐司卷起,并捏几成团子,将吐司蜜豆团子,一次均匀沾上迪迹面粉,鸡蛋液,苏打粉后面包汤,结束,下气成热的油炸,炸至少产集成,烹饪技巧, 我做的是绣针板的,其实做个实惠板的也不错,细细,甜蜜的食物,只给心中有爱的人吃哦,PF,对于无论成品或PP的效果,我非常的不满,大概我团子捏得太紧实了,大家吸取教训啊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